接下來是趨勢科技的李智俄先生 幫我們介紹一下有關於自動測試的一套工具 在這兩天應該都常聽到就是懶惰式Programmer的美德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想要把它自動化 等一下會介紹的東西是如何幫助我們做一個自動化的測試還有Deploy的工具 我們鼓掌歡迎李智俄先生 好 謝謝各位 很謝謝剛剛上官先生這麼精采對Connect的介紹 其實我覺得像大家假如說在有時間的話 就是可能先把自己那種 在座各位可能是RD或者是測試人員 那可能第一個先把自己的時間 假如說把那些測試時間把它搞定的話 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做那個像玩Connect這方面的東西 那其實我從事軟體開發大概將近十年的時間 那不管是開發或測試 其實我一直在找說 現在一般的測試上面可能 我有很多那種測試的 framework 或者是一些自動化測試的東西 但是可能有一些都是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缺少另外一種功能 那基於此呢 就是我們在那個 其實各位在這邊呢 我們自己開發一套 所謂在自動化測試上面的架構 那它全名叫TM-STAVE 那它這一套就是可以已經把 等一下會向各位介紹 就是把一些 你認為一般的測試的架構 環境上面可能遇到的問題 那會在這邊做介紹 那剛剛那個主持人介紹 我叫李治河 那這邊是我今天的那個Agenda 那首先我大概會簡介一下 那個什麼是STAVE 然後再來為各位介紹說 什麼是TM-STAVE 然後就QA Automation跟TM-STAVE之間 那跟各位介紹說TM-STAVE 為什麼我們趨勢科技要導入這一套 那個自動化測試架構 那最後一些Q&A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STAVE 我想請問一下在座各位 有聽過STAVE 可以請舉一下手嗎 OK 其實STAVE蠻有名的啦 它其實就是一套那種 很有彈性的自動化測試架構 那它其實一開始是IBM所開發出來的 然後它很快 因為User實在蠻多 因為它支援的跨平台都種語言 所以它的使用都非常多 所以它在2001年就已經變成 Open Source的發掘 那這邊就是不再多介紹 那其實有一些相關的Naked Information 可以從這個網址上面得到 那大概在這邊介紹一下說STAVE 它基本的概念就是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我兩台電腦 那彼此之間我怎麼去做Connect 就是我怎麼去溝通 那其實STAVE它就是用類似 它往前有個類似的A群 或是Devend Process 它叫做State Procedure 那其實可以看到說 兩邊的PC電腦或者是程式 它怎樣溝通的話 其實它是透過STAVE Procedure 它可以做Communicate OK 好 那再來為各位介紹 什麼是TM-STAVE 那TM-STAVE 剛剛全民已經講說 是Trainmicro-STAVE 那它是趨勢科技台灣在2007年 它所開發出來的 OK 它是BASS 它的開發語言最主要是Python 2.x版 好 那它支援Windows、Mac跟Linux OK 那這邊 剛剛提到說STAVE 因為我們TM-STAVE 就是用那個 STAVE這一個機制 來達到跨平台測試的功能 測試的那個support 那接下來為各位介紹TM-STAVE的架構 那這張圖 就是TM-STAVE的overview 首先從最底層這邊 那TM-STAVE它最底層 它其實就是由Python跟STAVE 這兩個component所組成 好 那上面我們在自己又架構了一層 所謂的Trainmicro層 那它裡面有TM-STAVE的module 然後還有包含像 一些closed platform的module 然後再加上common library 那common library這邊大概就是 像你一般可能針對rigidtree 或者是一些OS-5的一些process 或是file system的process 好 那在最上面一層呢 產品 就是使用者它可以自己 再架構自己它自己的客製化的library 或者是它再加上它的test suite 那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什麼是test suite 那或許大家也知道test suite是什麼 那這邊大概秀一下它基本的file structure 它其實就是基本它承襲STAVE的檔案結構 它最主要有第一個是module file 那這些module file其實就是Python的module 那可能就是Python的library 或者是Python的object 那再來就是test suite跟test case file 那這邊就是放所有那些自動化測試的一些test script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reference file 那這個第三個組成最主要是測試的結果跟log file 那這個對於整個自動化測試非常重要 因為它最終就是它整個執行之後的結果是如何 那再來為各位介紹tmstaff一些feature 那其實tmstaff它就是把一個產品 它把它當成是一個testware 所以它把那個testware的concept把它導入進來 所以有testware就是本身 使用者它可以根據它自己產品的特性 比如說像我們tmstaff甚至可以說 你可以自己去改寫它裡面的一些基本的runner 那可能就是說我某個產品 可能我一開始它可能需要跑在什麼環境 或是怎麼樣去裝它 我需要準備什麼樣的file 這些都可以去自己客製貨 那再來因為testware裡面 它就會將整個testing 它把它歸類成testware跟testcase 那這些我們都是用那個python synthesis來定義的 那再來我們tmstaff它把測試流程把它引進來 那所謂測試流程就是一般QA的話 測試人員它在做測試的時候 它一開始一定會進行setup 就是我可能會一開始我安裝環境 或是準備一些initial的東西 那再來我會有一個進入我的所謂的test step 那測試完之後可能就會把我該清的環境把它清掉 或做一些什麼rollback等等 這叫teardown 那其實我們在做automation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不管是做automation 或是可能寫程式的時候 一般就是最重要就是我要怎麼去debug 或是做tracing 那tmstaff它提供那種執行log 它就是會把你整個執行的過程 它把它output成log 那方便各位就是使用者呢 它可以去做之後的tracing 那除此之外呢 一整個測試呢 其實像可能有一些測試的那個leader或什麼 他可能會 或是測試者 他可能需要去看一些測試report 那我們tmstaff它提供smlformat 那它就是會 並且把這個相關測試的資訊呢 以html方式呈現出來 並且它還會用email方式寄給所需要的人 那再來就是我們tmstaff它是支援commandlight的 OK 那所以它很容易跟別的tool來整合 那最後一個就是它支援cross platform的事情 那這就是剛剛所講 我們提供的testing的report 那大概分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可以看到說這邊是test suite 那它可以告訴你說你目前 你這個test suite下面有多少case 它run的成功或失敗 那它花了多少時間 那這個部分呢 它就會帶出說 你現在目前測試的一些產品資訊或版本等等 或是你成功paste的ratio大概多少 那這邊會很快速的看到說 我們這邊這個測試 整個測試當中有多少case fail 那就是在圖這邊紅色的字會立刻標出說 你這次測試有多少個fail 那就是方便說 比如說你可能一個測試當中一跑 可能有上千個case 那我可能要一個一個去找的話 很麻煩 那這邊會幫你直接列出來 那再來這個就是 除了像test report之外 我會把剛剛那些一些比較重要的資訊 它用email方式來寄給所需要的人 那這個比如說像可能是 需要這些更多資訊的 像leader或是manager 它可能需要說 我這次的整個產品測試 它的結果quality如何 這邊就是 它這個有個subject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可以看到說 同樣這些測試的一些相關資訊 產品資訊 paste跟fail的ratio 然後這邊fail case 好 那再來為各位介紹說 tnstave跟qa automation之間的關係 那在這邊我將那個qa automation process 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automation的construction 那再來就是automation的online 那第一個像automation的construction 最一開始 你可能就會開始開所謂的test case ok 那再進入說我要開始去設定 我自動化那個automation測試的環境 那再來我會將我開出來的case 把它convert成automation script 那接著我可能在convert過之後呢 我會開始去run它 並且進行debug 那最後整個完成之後呢 我會將我的automation整合到我目前 可能有既有的一些build release的process 然後開始去run它 然後假設都ok的話就會開始 比如說像研發人員 他有出了新的build 或者是新的一些release的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去做build的verify 那首先先介紹test case creation 那從這邊可以看到 左上角這一個是 某一家那個所謂test case的measurement system 那我們一般開的話 像這邊紅色的框框表示說 它是一個test suite 然後淺藍色的部分呢 它是一個test case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在測試的 因為它可能在這一種的測試系統上面 它會這樣去開它的case 那以某一些測試framework 我們可能之前都會遇到說 像我尋找某一個測試的automation framework 它可能沒有辦法說像這種比較structure 很直接看說 我可以按照我目前既有的這些測試系統 那種架構來開我的 轉換我的automation script 但是像tmstaff呢 它就可以很直接說 我直接可以對應到像紅色這邊的話 我這邊有所謂一個test suite 然後淺藍色部分呢 但它下面的每一個就是所謂的test case 那在每一個test case裡面呢 就是有相對應你的一些script file 跟你一些你所測試所需要的file 其實就是比較直覺就是 我可以從我的測試的管理系統這邊 可以這樣一對一的mapping 那當然各位看到說這邊 並不是跟這個字是敘述是一樣 因為這是有可能有縮寫 這是為了說很方便去做一些執行或是查詢 那這邊的話 通常這種測試管理系統 它都會在裡面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屬性 那其實它這邊是一個一個case對應的 那再來各位介紹就是說 我接下來case開完之後 我開始要安裝我的測試環境 其實tm-stave要裝起來很簡單 它第一個它先裝python 2.x版 然後再來它去裝stave 3.x版 然後再加上我們tm-stave framework 那整個它的自動化測試環境 就算ready了 所以很容易去deploy 目前我們已經把這個寫成一個 懶人的安裝包 它直接點一下它就幫你裝好了 那關於case怎麼conver成我們的automation script呢 就是其實像tm-stave它的導入它是希望 你從一個case 其實case的組成在tm-stave看來它就是 先從每一個automation module 你可能那個測試人員它會開發自己的automation module 然後有一個automation module呢 它可以完成一個一個test step 那一個一個test step 再組成一個完整的test case 就是一個automation script 那這邊講到automation module 其實就是剛剛各位看到一些 Python的function和Python module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說 紅色框框這一個呢 其實就是一個automation module 那其實一看就是一個Python function 然後它有一個Python function 它可以組成一個單一的test step 然後再有一個test step 它可以組成你整個test script 就是你的test case 那這邊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它實際上相對存在於 我們那個檔案裡面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這邊是以Windows為例 那tm-staff呢 那tm-staff呢 提供就是測試人員 它在開發自己automation的三個利器 那第一個就是所謂的scenario mechanism 那其實是什麼是scenario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兩個簡單的case 各位應該有看出說 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在這邊 不同部分只有這兩個變數 變數1跟變數2 那其實它相同部分就是紅色框框框起來 那以前的話我們可能寫case 那寫這種automation script 那可能就會重複用copy paste 可能因為像一般產品測試它可能只是單純的 有些可能是設定值不同 但是它很多的那些step步驟它都是類似的 那可能以前某一些 你看想寫一些script 它沒有提供這種scenario mechanism的話 你必須一個一個去把它copy paste copy paste 那其實很容易出錯 那tm-staff呢它提供scenario 其實就是把這些相同的部分把它抽了出來 那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case看起來就很精簡 然後你只是不同的是 每一個case它只是它帶進去的一些參數 或者是一些定義的不同 那這樣可以真快你開發這些 automation script的速度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一個QA的測試它就分三個step 那其實一個test case的組成 就是有所謂的setup step 那再加上test step 那再加上teardown step 那在這邊相對的tm-step呢 它在setup這邊 它有提供一個叫做adsetup 它其實你就可以把你一開始 比如說在run你這個測試的時候 你必須要一些前置動作 你都可以把它透過這個procedure 來讓它執行 而且它在執行的時候 它一定會在你整個case 在你的script在執行之前 它一定會run到 那第二個就是adtest procedure 它就是一般我真的 我環境弄完之後 我要開始去做我的test step的時候 就是通過這個procedure去做 然後最後一個teardown 那teardown的話就是 我做完這個測試之後 我要清環境等等 那adteardown的話 我們的tm-step它會不管你這個case 假如說有成功或失敗的話 它一定會幫你去執行 因為這個很重要 其實對QA測試來說的話 通常有一些測試它會 它會嚴重的影響 你整個環境的一些完整性 可能比如說像我們軍事科技 通常在測試的時候 可能會解一些vice sample或什麼 那假如它沒有去把一個測試 它做完的時候 它沒有把該清的東西清的話 它可能會把整個系統 就是讓整個系統被infect 所以這個teardown的步驟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個就是result的verify 那一般 就是其實我們寫一些script 就是或是寫一些程式 它其實寫一些testing 它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怎麼知道說我這個測試 它是成功失敗 OK 大概可以看到這個case 這個case 我們這邊提供一個 所謂return一個result的object 就是它這個step它run完之後 當然這一個它也support 它也 include 剛剛所講的setup 跟teardown的這些process 這些step 那這個case它就是 我們可以用這種result verify 它會幫你verify說 你的指定值 假如像這個case的話 假如指定值是0的話 它就是paste 否則它就是fail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messor 就比較能夠快速的說 幫助QA在寫這些自動畫script的時候 比較簡單說 不用再一直在那邊做一些什麼compare 值的比較或等等 那script寫完之後當然就是 其實在script寫過程當中 又要開始去run它 那這邊就很簡單 我script一開始寫完 我可能會執行它 那執行完之後我開始debug debug之後我開始會去refund我的script 那tnstaff呢 它提供了這種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 它提供comandline interface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說 它直接是用comandline去run 然後它並會把你整個執行的過程 它把它 output出來 那當然大家會想說 哇這跑下去可能就是 肉肉等好長啊 那怎麼看得懂 不用擔心等一下 我們會把這整個執行的那些過程 把它dump到 導到什麼執行log 那這邊我們也提供一些help ok 所以其實我們 之所以我們tnstaff 會以comandline為準 因為其實comandline是最容易整合 跟各種不管是其他的測試架構 或者是一些什麼軟體 comandline是最容易整合 它在跨平台上面是最好用的 那這個剛剛就提到說 像我剛剛從comandline run的話 那它整個執行過程會怎麼樣 OK 我們會把它dump到一個所謂的result file OK 那這個result file裡面呢 會有些information 那其實這個就是沿用 這個就是沿用python的login的機制 所以它一開始它會跟你講說 你run的這個case是哪個case 然後每一行它都會跟你講 都會列出說 你目前run過的是哪個module的哪個function 然後這邊提供info的log 或者是debug 這些其實就跟python所提供的login機制是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 也要說像假如說有error的時候 這邊也會幫你把它秀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一般的話 像測試人員它在看一些case成功失敗 它可能直接就用no page 或直接它攝取這種keyword 它就很快就發現說 我這個case實際上執行失敗生在哪個地方 然後到最後呢 它會跟你講說你這個case是paste或fail 那再來就是我整個寫完之後呢 這真的要將我們測試的一些script 把它publish上去 那這邊這個圖是 一般來講比較standard的一些build release process 不過我把它只會講這個大概下半步 因為我們tmstaff他就是幫你把那個下半步 把它整合進去把它做好 OK 那這邊的話一開始 我們可能會從build的system去拿到說 在這個testing server 中間這台testing server 它可能一開始它可以拿到說我的build 是ready的 我要去run它 好我再來去 我的build system去拿build下來 然後再來 我會將我的script或一些什麼 從我的svn就是source control那邊 把它sync下來 然後我把它撒到各個測試的playphone上面去執行 然後最後我將測試的結果把它送出去 寄出來 那到最後一個就是build quality的verify 好這邊就剛剛提到說 像在整個測試run完之後呢 我們會用email的方式把它寄出來 那這邊email大家看到很清楚就是說 它的subject就告訴你說 這個是哪一個產品的automation 那它是paste或fail 那它以及它的版本 或是它的playphone 那裡面包含說 它成功跟fail的case有多少個 那這個就是 剛剛有向各位show一些 那個測試的結果 那這邊做一些比較詳細的介紹 第一個像它會帶出說這個pada產品是什麼 它是vergine 然後再來它測試的playphone 它是哪一種平台 那它的測試的機器以及它的IP是多少 然後再來它剛剛所講的一些result file 它會放到哪裡去 還有一些其他informations 那這個最重要就是 你的pass跟fail的ratio多少 然後你整個花了測試多少時間 然後在中間部分呢 就是會帶出你這次的測試有多少個fail 那其實一看到這個testing report 就很容易直接看到說 我到底有多少個case fail 就直接看這些case就好了 要不然一次可能 這個testing可能一跑就好幾千個case 那這個是在每一個測試client 它的detail的testing report 這邊右邊就是 左邊白的部分它就秀出說 你現在這個test 整個test suite 你有多少的test suite被執行 那它成功跟失敗多少個 那這邊就是 你點選某一個特定的test suite 那它會帶出說 你這個test suite 裡面有多少的測試case 那成功失敗多少 這邊就是它測 整個test suite summary 然後這邊就是它total case 它執行的成功fail 這邊都可以 這邊都是以圖形化 很容易看出說 它哪一個case成功 哪一個case失敗 那這個是我們點進去某一個case之後 然後它detail的information 那這邊上半部這個部分呢 其實它就會帶出說 這個case 它是屬於哪一個test suite 然後它跑到哪個snail file 那它upfile 所以upfile就是包含 剛剛說講那個執行log 甚至說你產品有一些什麼deblog 或者是一些你想要夾帶的檔案 這邊都可以幫你夾進去 那這個就是秀出說 所有setup或者是test 或teardown的step 它是哪一些step 有fail或paste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step test step fail 那這邊fail的話 會用紅色的字體標出來嘛 所以一看就很清楚 然後就是這邊為什麼fail呢 其實它端在於你剛剛所講的 有一個result object 那它就是根據你的result object 來決定說你這個test step 到底是pass or fail 那這邊這個是夾帶的 剛剛所講的夾帶的檔案 這個蠻好用 因為可能有一些產品 它會有一些所謂deblog 那因為可能研發人員它可能需要 假如測試人員發現有問題的話 它可能都需要 研發人可能需要測試人員 他跟你講說 我需要一些什麼其他information 來幫助我做debug用 所以有tmstave呢 我們測試人員可以 其實也包含哪 包含研發人員 就是在開case的時候 它其實不需要重複的去 我可能說我的case 是開給for manual testing用 但是我假如把它換成automation的話 我可能又要 因為我所採用的automation framework 它假如是不支援這種 剛剛所講的tmstave 它是以testware這種概念 它沒有所謂的testread 跟testcase概念的話 我可能自己又要把它 轉成其他的那個方式 那自動化測試環境很容易裝 剛剛看到裝了三個東西 就ready了 它在我們轉換的那個script 也是非常的就是有structure 不是說在那邊亂 那邊衣服頭緒在那邊亂轉 那在執行的時候 它也可以提供一些debug機制 就剛剛的tracing log 可以讓你在開發的時候 有一些容易debug 那再來也很容易跟目前的 你的build release process來整合 那最後我們會寄出那個非常 那個具有豐富資訊的testread report 讓大家知道說 目前這個build quality如何 在Q&A之前也是一樣有個工商服務時間 目前我們公司就是在尋找一個 會拍賞的那個 那個算是寫自動化測試人員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 會又再跟我們聯繫 好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問題 不好意思 我想請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有提到說 你們剛剛裡面其實有 有那個手動跟自動測試嗎 那這個平台竟然是一個整合性的東西的話 那手動測試跟自動測試 他們會在同一個報表 裡面的結果會在同一個報表裡面出現嗎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這邊有提到說 你跟那個build release process 這邊有做整合 那想要請問一下 有跟你們的CI process有做整合嗎 你第一個 剛剛你第一個問題是說 那個manual testing跟automation 它是怎麼去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報表 那個主要都是那個automation出來的報表 可是那個manual testing的報表 應該是另外一種 那所以說你們是 你們是兩種就是 就是連報表其實是兩種 一個是automation的 就是TM staff的那個報表 一個是那個manual的報表嘛 對 OK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那個build release process 有跟那個就是 你們這套有跟你們的CI這邊去做整合嗎 有 它可以跟CI整合 那其實CI就是 大家應該就知道 可能就是一種 所謂的那種build的一些process 的system 有它有跟CI整合 我有兩個問題 先請教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 你們剛才那個report是 你們用的那個library內件的嗎 還是自己刻的 第二個問題是 你們後端測試 是有跟那個virtual machine結合嗎 如果有的話 是可不可以大概講一下怎麼做的 OK 第一個是 我們那個report這個是自己刻的 就是剛剛那個非常豐富資訊的report 這是自己刻的 那我們有沒有跟vm有 我們測試環境有vm 那它當然也提供整個vm包含你那個 像我們用的vm系統 可能有vmworkstation 甚至有所謂的server版 像esxi 或是vsphere 這一類 都有提供一些相關的library 因為這些library 像剛剛提到說 用我們tmstaff的framework 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 客製化的module 那這些module就是 support vm operation 我們就是有個 可以走的 那些 trabajo 可以進去 我們可以進去 會用這一套 framework 它自己去用 用它自己針對這些Web操作的一些module 像比如說它可能那些Web module 是用Slinet寫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 Python它本身也有support一些Web的module 它可以用這方式去做 那目前我們是用這種方式去做 做這樣的Web UI automation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 它的這一套它只支援Python的標準的test 還是說像NOS或其他類的test也是可以支援的 Sorry 麻煩再講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我們知道Python它的test 它有unitest的方法 這是它標準的方法 那其實上有第三方向 其他的test的方法 叫像NOS 我不曉得說像這個STF可不可以支援 你說其他的SDK嗎 不好意思 我們要去 要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等一下 就是T-Break的時候 你可以再來比較仔細的問一下 那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們就謝謝李哲先生給我們帶來的精彩演說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谢谢大家